2020年10月30日,弗雷德里克新闻报报道了 美国中情局生物实验室所在地,马里兰州,有3154例流感样病例 马里兰州的3154个流感样病例,不全是流感 马里兰州卫生部的流感州报指出 只有111例,做流感速减10呈阳性 宋治国家实验室的32个病例中,只有4例呈流感阳性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只有0.44%的流感样病例,是真流感 其余类似流感的病例,无疑都是新冠病人 也就是说,去年10月底,马里兰州已有3140例,有症状的新冠病例 再加上50%的无症状新冠病例,钻石公主号的无症状病例率,是52% 去年10月底,马里兰州的新冠总数,应达到4710例 既然美国的真实流感率为0.44%,根据CDC公布的流感数字,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真相 美国现在有3950万新冠病例,44000人已经死于新冠病毒 请记住,袭击中国的新冠病毒型,与美国人感染的新冠病毒型不同 中国境内的新冠病毒型,是新冠病毒的第二代,是经过基因改造,专门对付中国人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境内的新冠病毒型,无法直接传往东亚以外的地区 它必须首先突变衍生新的子型,才能传给非东亚人 袭击武汉的新冠病毒,即新冠二代,传播速度比其母型快得多,病情也重得多 美国人感染的新冠病毒,是最古老的毒株,是新冠病毒的始祖 这个病毒型传播慢,病情轻 此外,新冠病毒有差异很大的潜伏期,为一天至94天不等 不同病毒型的不同表现,高达50%的无症状患者,可长达94天的潜伏期 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新冠首先在中国爆发,然后是欧美 正如这个图表所示 去年12月1日,中国首例新冠病人入院治疗 去年12月31日,李文亮医生告诉他的朋友,武汉有7例新冠患者 国际卫生组织说,截止今年1月14日,中国有41例新冠患者 但是,美国中情局去年11月,已向白宫报告了当时根本不存在的,可怕的,武汉流行病 去年11月,中国尚无一例新冠病人入院 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和美国疾控中心CDC,一直狼狈为奸,百般阻挠检测新冠病人 FDA禁止周立实验室,商业实验室检测冠状病人,已掩盖CIA的病毒泄漏 直至今年2月29日才废除该禁令,没有检测就没有冠状病毒 没有检测就没有CIA病毒泄漏 新冠病毒肆虐武汉时,美国政客和媒体,牵起妖魔化华人的浪潮 煽动全球范围的反华仇恨犯罪 美国正常检测后,新冠病例数成倍激增 正如我们之前计算的那样,美国有症状的新冠病例数 实际上是3950万,而不是美国报道的50万 武汉疫情爆发前的事件链,将这场人类大灾难的真正罪魁祸首暴露出来了 我们现在可以确信,新冠病毒是从美国中情局 在德里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泄漏出来的 所以去年7月,CDC就无限期地关闭了该实验室 美国高层早已知晓,CIA一手缔造的疫情就要来临 去年9月,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已经开始制作新冠疫苗 去年10月,美国还举行了201流行病大演习 应对即将来临的流行病全球经济衰退 中国境内的新冠病毒型,是美国CIA针对中国人种基因改造了的 投毒武汉,以摧毁中国 以下三个事实,证明了这个推论成立 一,米卡曾科,麦克兰科,撰文说 去年9月,华盛顿特区的,一个财富100强公司高管 已经为当时上不存在的新冠疫情做好了准备 他告诉曾科,一种传染性极高的病毒 将从中国的某个地方,迅速传播出去 二,首位新冠患者12月,才入院治疗 而美国中情局去年11月,就已经警告白宫当时上不存在的武汉疫情 三,多项科学研究证明 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袭击中国人的病毒型 是经过基因改造,针对中国人种的病毒型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境内的新冠病毒型 无法直接传往东亚以外的地区 它必须首先突变衍生新的子型 才能传给非东亚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